我们说的大多数自己的例子 才能更好的负责任 那也有一些其他的见闻 那就能说出道理的 也尽量说一些 其他的就随便听听 找找见是得了 反正你也不信 我们还有一个道友啊 那他对这个婚姻非常的重视 但是呢 他三十多岁 才有这么一个缘分 非常的珍惜 对方又是一个 等于玄学的这个同门 然后他不顾一切的要追求人家 那对方也动心了 因为人家还有家 不如意 反正各种的原因嘛 他两个缘分就凑到这块 然后呢 因为有这个难度 所以他也是求问前生啊 找仙家前线 求神拜佛 换佛念咒 然后其中一次呢 就是在烧这个服务的时候 他烧过两次 一次是人家这个 说这个服务 威胁他 所以一开始说 问了半天也 不交钱 不求 咒你怎么怎么样 这种事还少做 你万一碰到这种人 即使他法力再高 那心不正 那就很麻 很多这个地仙啊 那我们说见过后 禁止动物神经啊 也有一方面这个原因 因为动物他心性是不稳 但是 现在时代 人虽然说像善道 所谓三善道之一 最低的也是 但是 真的很多人 连禽兽不如 禽兽 动物反而成为了未来佛 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思念了 只是说有仇 马上就要报 他们比较凶残暴力 没有这个过渡 但是那个也是想当当的 也是一正言辞 只是可能极端一点 现在社会又 现在社会又 这个样的啊 就越来越 连男人都没有动物的这个冲动 他烧完之后 当天晚上 对方 那个女子 就打了电话 说到底是跟你还是跟他 当时他丈夫也在旁边 就烧了那天 起了作用 那结果当时就暴露了双方的这个关系 当时还没有什么 就 说你选择哪一个 就反正出了作用了 那对方之前从来没有这种事 还是比较隐蔽的 偏偏烧完之后 当晚 反而 两个 让他们两个对峙 那很尴尬的事 然后 更严重的一次 他梦到这个 和和二贤 他之前从来不知道什么 叫和二贤 电视上 这个 书中可能看到 看到他的样子 就告诉你 你用了这个 两个符吗 一个是 和和一员 一个是拆散一员 那拆的是对方 他为了这个 所谓的 能照顾好他 包括 他的孩子等等 就 他年轻 气盛了 他以为怎么怎么样 结果 其中一个符 让他烧 他没烧 就是那个不好的符吗 你要拆散 这个不行 他也不管那套 什么老天 毕竟我来负责 我说的话 我能对他好 怎么怎么样 以为他们两个缘分 是真的很难的 将来 还要做一些大事等等 那过了七天才说 结果后来吧 就连神经话都不听 没出一个月 就在那个前后 他这个人生的一个大财 就出现 导致他好多年 也没办法翻身 之前很多钱还没有 那就出现个小人 你很奇怪 他脑子那段时间也结水 对 对 谢谢观看